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尔法维棋在战胜了柯杰之后 公布了50区自战对局 每步棋的用时是两分钟 黑棋贴七木板作为比赛规则 这50盘棋非常精彩 可以说是展示了阿尔法维棋高超的技艺 放出来的这些棋谱也被一些棋手细称为葵花宝典 也就是说谁能参透这其中的奥妙 练成武功的话可能就无敌了 好 这第十二局我们进入到棋谱 依然是新位 白棋是二连星 挂角 不管是这样的局面 二连星对二连星或者是小木 黑棋新小木 好像印象中我们还没有看到阿尔法第五步就有点脚 第五步它一般还是挂脚 虽然那么酷爱点脚 但是第五步棋点脚在它的棋谱里面 我们讲解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 这一盘它选择的是这个 这也是一种流行的人类最近比较流行的布局 前面它下过 拆这个 拆在这 那么第一局 阿尔法放出来的第一局自战棋谱 就已经相当的让人震撼了 第一局是这么下的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对这两步靠 靠黑棋搬了之后白棋再靠 这两步棋让人印象深刻 那么中间还有一局 黑棋选择了 这个单关手脚 对付单关手脚呢 阿尔法它是这么下的 它也是这么 它这样靠上来 阿尔法好像很喜欢跟你 很喜欢就是跟对方发生一些碰撞 特别是在直白的时候 那么这一局 好 黑棋又换 黑的又换到这 这个可能说明 就是说在阿尔法的判断系统里面 这个 这个 或者这个 可能 胜率都是差不多的 走这几步 胜率都差不多 没有太大区别 什么都可以试一下 也就是说它距离这个 就是说我想象当中的围棋之神的话 应该是可能从第一步 它就知道走哪是最好的 每一步走哪里是最好的 哪怕胜率差了百分之零点零一 或者说它根本就不算胜率 它就有绝对最好的一招棋 不知道 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 不知道真正的围棋之神是不是这样 但我们注意到 黑棋 基本上不会飞这个 也许 也许阿尔法围棋觉得 这个地方太窄 其实还是要往宽处走 它这一盘选择拆在这 那么这种布局实际上是 最近一些年人类棋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套路 如果白棋分头的话 那么黑棋大飞 然后飞这个 这一类的 白的如果往上贴 那黑棋顺势起一块 这块棋效率很高 所以白棋要往下飞 那黑棋压一下 白的如果退呢 黑棋再贴这个 黑棋这棋型挺厚的 或者说黑棋再靠断 那么白的这时候冲一下是要点 再退回去 人类棋手以前的下方是挡住 尽量把这块空撑满 追求最高效率 那么另外一位 另外一个就是 实力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 叫做中国的决议 中国的人工智能决议 它是这么下的 它走在这里 把这个断点彻底补上 然后呢又比走在这儿呢 木树上来说 要好一些 这也是一种套路 但对于阿尔法来说呢 它没有什么套路 可能反正所有的套路 都装在它的这个 都在它 储存在它的这个 怎么说呢 它的芯片里面了 这时候白棋又来了 点角 又是点33 黑棋当然是打这边 白棋阿尔法使出了 它的这个惯用伎俩 是因为点33的定势 黑棋挡这边 要发展这一块 白棋爬 在很多场合 阿尔法都会选择飞 之后呢 顶 黑棋挡住 白棋半 走到这个时候呢 黑棋要么拖先站大厂 比方说走这个 如果这个局面这样下呢 我觉得应该也完全是合理的 黑棋还是很广阔 要么拖先站大厂 要么就 如果它愿意在这落后手的话 这么尝一尝也是很正常 或者呢 就是这个扳 扳 扳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白棋都会挡住 这个不管是阿发狗也好 或者是人类也好 这种局面 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的话 都会挡住的 这地方虽然窄 但是事关到双方的眼位 挡 那么黑棋连扳下来 扳一下呢 就防了白棋这个断打 直接扳的话被白棋吃掉了 这扳一下作用很明显 你吃的话我关门吃你 一打再一打 关门吃 那么白棋不能打这个 当然也不能屈辱的回去 所以呢 把这个吃掉 让这个斑变得亏损 然后黑棋 黑棋有两种下方 如果黑棋打的话呢 白棋这时候也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断打 然后再把这个提掉 断打的意思是给黑棋制造一些 弱点 否则你如果直接提的话 被黑棋接住 这样黑棋的后势就比较完整 那么断打一下 把黑棋断开 特别是在这个场合 黑棋针子是针不掉的 黑棋针子针不掉 针不掉的话 黑棋多多少少有一点难过 在黑棋针子有利的场合 黑棋针掉 之后白棋引针的时候 阿尔法一般他喜欢的是补在这个地方 补在这里 跟科捷的时候就就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部出现了这个奇形 当然现在针不掉 好 那么这我们刚才说的都是局部变化 黑棋连搬下来 白棋断打 黑棋打这个的时候 白棋还有一种选择 如果上边价值比较大的时候 白棋可以选择 断吃这个 因为这打了一下 已经防止黑棋 灌门吃的手段 白棋可以选择断吃这个 那么接下来黑的可以选择先手提 或者是 从上边打一下 让白棋 白棋只能提 白棋接的话这又被提了 你还得补等于上下都被黑棋便宜了 所以白棋要提 黑棋可以选择上打 或者先手提 形成这样一个变化 当然我们说的是局部 如果是现在这个场合 白棋不会这样选择的 这被黑棋一战 黑棋配合 显然是比较好 搬完搬这个 这是一个在 阿尔法狗的棋谱里面 经常看到的定型手段 还有一种就是白棋打这个的时候 黑棋断打在这 断打在这的意思 应该就是 打这个的话 他担心 担心白棋把这个子吃掉 在这种场合 黑棋会选择断打这个 那么如果你跟着硬一手 那我再打 消除了你吃那个子的变化 你依然可以断这个 我还是会接上 你依然可以提掉 但黑棋就走成了 黑棋避免了白棋吃掉上边那个子的变化 那么白棋打一下 然后把这个踢掉 这个如果长的话 被黑棋滚包 白棋很痛苦 所以单提 黑的爬一下 增子有力的场合 黑棋蒸掉 这也是我们在阿尔法自战棋谱里面 看到过的一个一种变化 当然前提是黑棋蒸子有力 黑棋要是蒸不掉这个子的话 比如说现在这个场合 黑棋就难受了 所以飞 飞完了拖线 飞的时候 在阿尔法的对局里面 它总是选择顶了扳 如果选择单拖的话 可能担心黑棋扳下去 你再顶的话 黑棋不是档 而是藏在这 这样的话白棋扳一个 再冲断以后 这个扳一个的交换 有可能是亏损的 好 刚才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关于这个黑棋飞的一些 一些常见的 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常见的变化 那么现在这个场合 黑棋如果这么飞了 拖一线 站个大场 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下法 那实战呢 黑棋选择了扳 扳也是很正常的下法 扳的白棋当然要扳 这个时候呢 黑棋大致有这么几种选择 一是长腰外式 另外一种是扳下去 还有一种呢 是扳脚上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扳的话 白棋最简明的下法就是吃掉 吃掉 黑棋得到脚地 这个下法呢 黑棋是 实控是拿到 但是外边的话呢 外边被白棋拔一个子 白棋这一带还是很广 将来贴起来这边有很大的潜力 现在应该说黑棋不太会这样选择 毕竟外式的价值还是很大 扳的时候 白棋还有另外一种变化 就是扳这边 黑棋当然要挡住 白棋再断这个 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下法 黑棋这里有双打吃 本手是接住 那么白棋可以吃这个 局部这个白棋如果这样下呢 并不比刚才吃到那边好 应该是差一些 毕竟多死了一个子 脚黑棋变大 但是如果在这边架值大的场合 右边架值大的场合 白棋有这个扳断 把棋子下到右边来的手段 这是黑棋需要注意的 扳完断 黑的如果不想让白棋吃这个子 拐吃在这的话 白棋一站 黑的提嘛被白棋断打 再把那个吃掉 黑棋显然不行 脚也是白棋的 那个子也被吃掉 这黑棋不行 黑棋只能补 那白棋藏出来 这个被白棋一通藏 黑棋也很难过 二路要爬好多 那么白棋就可以根据情况 黑棋爬到这的时候还要爬 不停的要爬 白棋就可以根据情况 一路长过来弃子呢 还是长几个之后 把脚再火掉 也有这样的变化 那么如果选择联斑下去的话 大致就大致这个脚步就有这么几种下法 白棋不太可能屈辱的沾上 这个除非是极特殊的场合 否则被黑棋搬的沾上 然后去做活 太委屈了 还有一种下法呢 是搬在脚上 搬在脚上的意图呢 是你如果挡的话 我再连搬下来 那么白棋就不可能去吃这颗子 再吃这颗子 被黑棋拔掉两子 拔掉两子的效果 那比 比这样吃两子 那差的就比较多了 等于白棋搬被黑棋提了 就是说搬一下的话 黑棋强调是 我要搬下去 但是又不肯被你吃掉这颗子 但是呢 这个搬呢 相对来说 白棋也就可以比较灵活 白棋打一下之后 拖线也可以 打完了拖线 黑棋也不好走 不能再断 再断被吃掉 黑棋再吃这两个的话 等于在死子 踢了两个死子 浪费一手 踢 走这个呢 白棋还可能活脚 大致 如果长的话 白棋灵活的拆扎 好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 搬和搬这个 这两种下法的一些常见变化 那么要取势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要取势 普通的下法就是长 还有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黑棋要想 防白棋断 又要想抢个极先手的话呢 黑棋这样下 在上面打 白棋不能粘 粘在被黑棋断吃的话 等于被黑棋压了一下 白棋团了一个 白棋只能提 黑棋如果能打到一下的话 脱线了 黑棋先手取个外事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好 这棋实战 黑棋选择了一个 最简单的 长 好 长 那么 这时候 白棋先手取脚 然后塞一分头 这一分头限制黑棋外室的 限制黑棋外室发展 这地方放一个白子 跟放一个黑子 差别非常巨大 白的走一个子 把黑棋外室 一大半的作用 都给限制住 可能 就是说这地方 以前我们的概念当中 可能是中了教科书的读了 以前我们的概念 这点完脚 好像白棋是总要搬粘的 如果白棋搬粘的话 帮黑棋走厚了 那么这么早点脚 应该是不好的 这么小的脚 就是说这个付出的代价是给黑棋这么厚一个外室 这个白棋是不愿意的 以前的说法 我记得可能是这样 你如果不搬粘 被黑棋一立 你难受了 你要是挡 被黑棋再管先手 那非常痛苦 不走的话 搬这个著名的大猪嘴 两搬 然后再点 搬点沙 再补那痛苦的一塌糊涂 那么如果你要去再爬 这二路爬的太多了 爬完还不舒服 还得再走 听上去也挺有道理 但是这个阿尔法就就是把它给 它就用它的实际行动 我就点脚 点完我能赢 这个就促使我们去 去重新判断这个棋型 白棋不搬粘的话 黑棋这个地方不是绝对的厚实 比如说白棋现在分头了 你如果往这边来 那白的就这么拆一拆 将来它一步一步过去 可能 白棋进攻黑棋这块棋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它是一块没有两个眼的棋 没有活得很彻底 很干净的棋 也就是说 这个相比的话 白棋是实实在在地活了 黑棋没有明确的两个眼 虽然它走在外面 但是不能称之为后视 所以这是白棋点脚的理由 那么白棋点脚 先手爬了之后分头 这时候黑棋如果走这边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白棋拆过去 黑棋自己还没活干净 黑的如果走这边呢 那么白棋拆一拆 白棋在这已经安定 将来白棋再半战 将来白棋有空的时候 我再半战你一下 你不补那有断点 你再补一个呢 这棋就有意思了 等于你在自己后视上拆个一 让白棋舒舒服服的活一块 这黑棋也不满意 黑棋左边右边拦过来 它都不舒服 那么下一步 黑棋做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 黑的是 白棋分头的点在这 分在这 那么如果黑棋从这边来 依然还是显得太窄 白棋靠压也好 把你压压扁 上靠压下半战 黑的就没剩多少空 或者将来根据情况 直接半战的话 黑棋这个拆二还是拆在后视上 走成这样 黑棋觉得不充分 那么黑的如果这个的话 白棋拆 黑棋这块棋还没活 所以黑棋选择了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下方 往上考 这部棋 如果是人下的话 如果是人下的话 也可以说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 往上考 那么白棋怎么对付这部棋呢 大概也就是 两边长和两边斑 这四种应手 如果白棋斑这个 黑棋斑下去 斑的断打显然是无理的 周围都是黑子 这没法跟黑棋斩 白棋普通沾上 那黑棋又沾上 这时候白棋再拆一就不舒服了 再拆一等于被黑棋挤得很窄 挤压在很窄的地方 如果你往前跳 那么黑棋在这收一收 这样白棋这块还没有根 黑棋这边可以围的大一点 而白棋还没有根 这个黑棋显然比拆在这要满意 那如果白的斑这边 黑棋应该也是斑下来 白棋接住的话 黑棋接这 如果白的拆 黑棋把头斑过来 这块还是效率很可观 白的如果要抢这个头 黑棋再拆一拆 变得白的也没活 白棋也没活 这个黑棋两边都走到 感觉上黑棋也是不错 所以这一上靠 挺有意思的一步棋 靠在这里 那么白的如果长这个的话 黑的应该会 应该会斑吧 白棋拐呢 就还原我们刚才说斑的那个图 白的如果斑这个 黑的也许就压过来 我猜测它的意图 也许黑棋就这么下 一路贴吧 这样黑棋形成一个巨大的外势 这个也很难判断清楚是谁好 但是也是黑棋一种很有趣的构思 白棋实战是长这个 或者说白棋长这个的时候 黑棋跳这个也有可能性 挡在这里 具体它下一步会下什么 跳还是斑 这个可能最准确的答案 只能去问阿发 阿发够了 白棋实战选择的退 黑棋跳 黑棋跳了之后 下一步虎一个是好点 黑棋这一块很饱满 骑行很漂亮 那么白棋又爬一下 再次再爬一下 爬一下的意图 应该是防黑棋拐 拐就避白棋不得不去搬毡 白棋对这个表示难过 所以爬一下 他总是不愿意去搬毡着一下 然后飞 飞在这 白棋觉得现在拆过去 要爬了那么多下 现在要进攻黑棋也不太现实了 反而被虎下来 这边黑棋骑行太舒服 所以飞这个 这骑行我们一般会想到挖棧 但是呢挖棧被挡下来 阿发可能判断并不便宜 飞在这 黑棋跳起来 这边有两个子 这边再跳起来 张这块是 扩张外事 白棋挂一下 试试硬手 你的小尖 牢牢地连上 如果顶的话呢 把白棋这点一点 让黑棋很不舒服 这要被断开 所以黑的虾得很坚实 坚实了之后 下一步逼过来就厉害 白棋这块没活 所以白棋试一下硬手之后 拆这个 把这个拆 黑的如果要在脚上走 那白棋可能就灵活的 比如说震一震之类的 这个子让你吃了 黑棋选择的是点脚 之后爬 白棋能单退 如果顶上的话 黑棋扳 白棋不敢扳下来 扳下来被黑棋断掉 只能虎 那白棋 也许觉得这个实地上有点亏损 所以能退 他强调的是我要扳下来 这时候如果粘 粘是最普通的感觉 但粘被加一下很难过 你如果扳 对这边好一点 但是黑棋一路弯式先手的话 这里黑棋不需要补 脚上已经火了 如果立 这一间黑棋局部没活 那么黑棋就补一个 这加一个 是已经黑棋先手便宜很多 所以白的不愿意被黑棋夹到 是爬的 爬黑棋也不可能断 断被扳起来 这黑棋走难关去了 所以黑棋退 如果平凡的粘上 那么黑棋也是尖这个 白棋下得非常积极 走在这 你断我就爬过 你拐呢我再沾上 他等于打入跟拐交换 意图攻击黑棋这一块 下得非常强硬 黑棋呢不做选择 拐一个黑棋可能觉得这个有点重 被跳出去 黑的觉得这一块也是个附带 所以黑棋单接 先把这块补活 这块我看你怎么办 你如果要爬过 黑的也无所谓 这还留着断点 白棋一步也走不了很好 白棋呢是 飞这个 飞 黑的如果贴 白的可能选择贴下来 这个子呢它还没死 没死赶紧 将来飞 扁 这就是都有 都也要活气的味道 甚至再贴 你如果走的话 白棋猛攻 黑棋这块 黑棋这时候没有贴这个 而是二路飞 二路飞要求度过 白的如果挡的话 黑棋一冲 白的 白棋不太好办 黑棋拐是先手 这在一冲 白棋显然已经挡不住了 挡被断了 不挡那也不像样 被黑棋冲过去 所以不能随便挡 靠在这 又是华丽的一手 黑的不能在 不能在这乱走 如果是这么下的话 白棋就顺利的挡下来 这多了一个字 或者白棋爬也可以考虑 靠在这里 很有意思的想法 一起冲 冲完再贴 这个贴毕竟是要点 要是被白棋一通压过来 黑棋都被压到下边去 贴总是要点 白的扳住头 黑棋如果从下边度过 拐了下边度过 白棋就等于 先手把黑棋压到底线 压到低位 然后再点火脚 或者是走 走这一带大厂 黑棋不肯就这么 屈辱的度过 所以呢 断 白棋翻打 长 接住 黑棋要断在这吃 白棋当然不肯 就让它吃掉 这是不能允许的 所以打了街上也是必然的 黑棋尖 把这两个子吃住 而白棋呢 消费尽脚 这个黑棋如果是这样走的话 白棋是可以逃出去的 将来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爬挤再挤 坐眼非常容易 所以黑棋走 这个是吃不掉白棋的 那么黑棋靠在这里 靠在这 这个白棋要想再全活出来 就很困难 把白棋拌 白的可以活个角 可以活一个角 这时候呢 黑的拐下来 这里非常大 这不只是逃掉 拾木棋的问题 黑棋逃了之后 白棋还没活呢 所以这个黑棋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连回 白棋这块很薄 在这一带补呢 这地方也是漏风的空 在这一带补价值也有限 白棋补是补在中辅 它将来压一压 它等于限制黑棋这块 白棋判断走在这个位置 比在这走 效率要高一些 价值更大 好 好 那么棋局进行到现在 我们看这个续盘 还是很有意思的 白棋呢 右边的这个 黑棋右边的四路靠 黑棋右边的四路靠 和左下角 也在双方 这个斗智斗勇 左下角的变化 都还是 就是下得很紧凑 很精彩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 中盘站 白棋飞在这 黑棋 走这个 还是要强调 白棋这块没活 白的必须补 否则的话 黑棋就直接 来直接的 扳断 然后包打 就把白棋给断开了 白棋飞在这 护住自己的眼形 护住断点 护住眼形 那黑棋 是 爬 爬比栅目数好一些 这时候如果 走这个呢 黑棋打了爬 已经先手便宜了 如果 如果白棋火脚的话 白棋现在判断 火脚 并不是最大的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大厂 白棋手个脚 脚上目数增加 还能进攻 黑棋这个字 黑的贴 白棋再跟着长呢 是属于效率 是属于效率比较低的起 在这儿 在这儿 自己狭窄的地方 走 走 这么 拆 所以一步挡下来 挡下来 断了黑棋的 彻底 断了黑棋的后路 同时给自己留下 将来我要是 有危险的话 我还可以 这留条后路 白棋这个 一路利 都是 有先手的味道 挡住 黑的一看 你不跑 那我吃掉 这也不小 刺 普通的感觉呢 黑棋当然就是沾上了 也不知道白棋 下一步会做什么 是这样跳 或者是刺一下便宜呢 考虑进攻这块 进攻这块 都有可能 这时候黑棋 好 又给我们展示了一个 就是说很有意思的思路 黑棋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 白棋要是断了 黑棋也不是很担心 应该是直接挡下来 白棋这块眼位也不足 白的爬一下 好 普通的思路呢 走这个 你爬 黑棋 恐怕是要推这个 推这个 把白棋这个字围进来 但是呢 黑棋不是 你得担 然后 担虎之后 白棋一路必须打 这如果不打 被黑棋搬进去 你要沾上的话 一起拐 还掀手 这黑棋的眼位太丰富 这一下 掀手又拐到 眼位和目数 相差也很远 所以白棋必须打 黑棋搬虎了之后 我们就发现 这棋 再断的话 黑的有这个紫子 这一长 黑棋连上 黑的可以连上 所以呢 黑棋就拖线了 这一次 竟然 黑棋这么弄几下 白棋变成后手 然后黑棋认为 现在的重点是这个 这两个紫太薄了 他担心被白棋攻过来 我们也不知道 白棋 比如说这一代 照过来 这也是有可能的 担心被白棋攻过来 所以 他抢个先手 照顾最弱的这两个 最弱的这两个紫 白棋呢 当头一震 这个是要点 要是被黑棋 走到这边来的话 白棋就得从下边溜了 那是很痛苦 所以震头 这个是逼真点 那黑的还是没走好 所以再补一个 再补一个就比较安全了 那白棋 看你这里敢拖线 我当然是要断 长 尖出来 这要照死 逃 白棋呢 尖冲 如果在这一代加工 被黑棋 跳过来的话 白棋自己 这三个 也很弱 在中幅走 被黑棋拆呢 黑棋又很舒服 所以 给黑棋一点压力 但是呢 也同时要照顾这三个字 爬 跳 跳 跳出来 这是必须的 白棋 得逃 挖街 白棋 这都是正常的起形吧 都是正常的起形 一起吃一个子 一个盐已经走出来了 白棋的挡住 一起倒出去 好 黑棋这块 下到这儿呢 黑棋这块算是处理好了 活了 这边呢 也顺利逃出来 所以黑棋拖先 死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白棋通过这个段 进攻黑棋呢 也把自己给 把自己给走后了 而且隐隐约约 对这块也形成一个包围圈 跳 这里有个断点 白棋要补 但是白棋如果直接补 黑棋一手就连上 先分断黑棋 然后再补 这个是新棋的步调 已经把黑棋给断开 这样黑棋一手连不上 白棋将来还可以再冲出来 进攻黑棋 先贴这个 贴在这里 你如果肯这么连 那就算了 白棋将来在这一带 还有先手 那么再想办法进攻这块 黑棋呢 掉一下 瞄着这里 靠断 想让白棋印一个 白棋印一个呢 黑棋就已经便宜了 也许黑棋就脱线 你再冲的话 我这多一个字 我飞在这 这冲断没有了 冲完断刚好被黑棋夹死 飞在这的话 黑棋也基本能连回去 黑的不愿意在这里 画一手棋 可能意识到这边危险 想把这手棋 补在这 或者是把脚地拿掉 总之他觉得这里价值小 不愿意落后手走一步 掉一个 期待白棋印 把白棋冲出来 黑的贴 白的在长 黑的一看 你不硬 那我就要追究一下 你骑行的薄位了 穿向眼 白棋当然不能这么冲 这么冲被黑棋退过去 那块大受影响 白棋反穿 反点 反点 下一步这要冲 这要冲断你 黑棋当然得护住这块 所以挡住 白棋冲断 白棋冲 如果这时候黑棋再冲的话 那力度完全不一样 这个 这白棋应该比较好应付 就这么拐都行 拐完护住 再搬住 团势先手 黑棋没有走到什么东西 所以黑棋也就不走了 搬 刺一下 然后跳 把自己这块若棋走强 同时还瞄着将来可以冲啊 或者是从这里贴过来 这种种可能性 瞄着白棋这里有一点薄味 白棋补一手 把自己彻底的连上 好 白棋补一个 白棋补一个之后一起搬 这地方毕竟不放心 如果被白棋走过来的话 这里有跑出来的可能性 这这块黑棋肯定是 现在是能逃 但是呢 肯定这三个就 就不见得能要 所以黑棋搬一手 把自己彻底连连好 挖一下 退 这里一断一吃就吃死了 黑棋只能退 黑的一退 黑的一退 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看白棋 黑棋呢 这一带 这块还是有一点薄 还是有一点薄味的 上边这一块呢 如果白棋一旦厚了的话 比如说这样点一点 再过来收空的时候 也是会收得比较舒服 黑棋得补活 不补的话 这个局部一爬 再加进来 它没有演 所以相对来说 这局势应该是白棋会 白棋要厚一些 紧一下 黑棋沾上 尖 开始进攻黑棋 黑的如果把这个沾上的话 白的压过来 黑棋是没有演的 这边也连不上 这边也没有演 贴 贴一个是做演的要点 白棋再长 这个依然有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这里如果黑棋连 白棋拐过来 黑棋的演位还是压力很大 这有间断 有断点 黑棋贴住 牢牢地把演做住 那么被白棋冲断 白棋冲断 这样白棋就更加的厚 把这个子断下来 白棋就更厚 而且中复木树上 有一定的收获 黑棋跳 作演 白棋这块也没活 这得连住 好 黑棋跳到这个 这块算活了 这块总算是活掉 那么 黑的 键 这里的确有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白棋 点过来 像现在白棋这么厚的情况下 有没有 白棋就这么贴都有可能 你敢粘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当的话加进来 直接杀棋 存在这种可能性 补活被冲掉的话 这棋局就结束了 所以这里情况非常紧急 一起赶紧补一个 白棋小尖 围住脚地 围住脚地 这时候如果简单的 简单的收收空 收收关的话 黑棋恐怕也并不乐观 黑棋的空也不多 黑棋的点脚 如果能活个脚 那黑棋实地就领先了 白棋没有直接马上硬 直接硬 你要出牌 是挡这个 挡这个的话 黑棋很明确的就 一是可以拖着收关 二是小尖玩力先手 这脚已经是近活了 而现在白棋如果在这一带杀呢 被黑棋飞一飞 白棋显然也是杀不掉的 这边有拖过 这边有挡住 而白棋现在没有正面的回应 没有正面的印 点脚应该怎么办 而是点在这 点在这 问黑棋的印手 黑棋如果打 那么将来如果这一带白棋有子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这个力是先手 对脚上来说是先手 当白棋冲上去 冲上去杀黑棋的时候 这个团也是先手 在这一段 局部的话 黑棋是没活干净的 那么如果这一带白棋是先手 要杀黑棋那个脚就非常容易了 所以白棋先点一下试探黑棋的印手 黑棋为了保住眼位 驱在这里 那白棋这一点 显然已经先手便宜了 白的再大 可以把这个粘上 将来再尝回来 这价值还是很大 白棋变得有点薄 白的拐一手 厚实的拐一手 牢牢吃住这个字 木树也不小 关键是非常厚 黑的这时候 如果要活脚 那是可以活的 我们刚才说了 活脚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黑棋要活脚 要靠这个力的先手 白棋尖在这儿 黑棋不能轻易的这样去活脚 这被白棋点 这个地方 白棋先单扒 单扒 如果你挡的话 点完一扒 你没有眼 做这个的话 白棋还是一扒 这个 做的略有点勉强 不过 白棋可能现在还不具备杀棋的条件 但是黑棋 黑棋是有一定风险 黑棋实质还没有建这个 而是拖在这儿 拖一个 拖一个白棋团 黑的当然要爬过 白棋退 这必须接上 这时候白棋一并 这里要扳 扳的话 这块打劫度过 现在白棋非常厚 而黑棋呢 黑棋找不到白棋什么劫材 但白棋要想找劫材呢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这个并基本上也是先手 这个不能被白棋搬过 黑的顶 刺一下 瞄着中间 这里白棋有紫 中间是有刺断的问题 黑棋冲 比如说黑的沾上 白棋就这么沾上 这这一次就断了 黑棋得补 那白棋显然 这里可以破黑棋一些空 黑的冲 白的回冲 长 黑棋把这个断点补上了 但是呢 白棋等于先手 把黑棋这空破掉了一些 还继续不依不饶的 要追究这里的味道 这次这个是先手 这一点依然是点断 那么你如果补这边的话 白棋拐完再拐 又连回来 所以 哪怕有一丝薄围 都会被 都会被 都会被对方是紧紧的缠住不放 做个结 踢回去 这个打一下呢 无所谓 这地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黑棋始终是需要解决的 搬了一下 搬了一下 挡住 可以的补一手 总归是要补的 将来白棋往里长还是先手 这地方白棋冲了一圈把黑棋的地 把黑棋这块空彻底的 彻底的定型限制住了 不让黑棋再扩大 先手便宜了 先手便宜了之后呢 白棋打吃 这个打吃呢 实际上是一个先手 这个死活题 这个死活题 一点也不难做 黑棋正常情况下是要补活的 黑棋中间需要补一手 那么 但是如果现在黑棋补的话 白棋把这个收了 这样的话 黑棋控 黑棋的实控肯定是不够 黑棋的空不够 那么 实战 黑的是 轿吃 强行要求活脚 轿吃完它 它不是说度过 度过的话 把脚自然就死 轿吃完爬 黑棋强行要求活脚 那么白棋 这一下力 黑棋一肩 脚是活了 但是呢 这中间 中辅 白棋亮到这一段 这一段黑棋 做不出两只眼 退这个的话 白棋破眼 冲这个冲不到 冲这个是后手 白棋团式先手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反冲 把白棋在动手之前 先挤了一下 冲这个白棋反冲 黑的后手段的话 黑棋如果后手段的话 白棋这一肩 白棋已经轻松活了 连这个力都是先手 这个局部力先手 这死活基本功扑 扑完一点 黑脚是死 白棋已经轻松活掉了 不存在杀气的问题 那么退这个不行 走这个当然被一翻打 这不用说了 走这个被一打 这也不用说 挤这个 挤这个也没有意义 实战就是挤的 实战就是挤 白棋能以倒冲 这地方也没法坐眼 冲这个依然是冲不到 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冲不到这个 关键就是这一下 能不能冲到的问题 黑棋始终不可能冲到这一下 那么冲不到这一下 没法坐眼 刚才我们说的呢 还有一点疏漏 就是说冲这个的时候 白棋可以破眼 当你断 你是一个 断掉之后 黑棋这里断打完 这边要冲过来 要冲过来 但是呢 没有关系 白棋就补一手就好 白棋就补一手就好 这个比方说 被白棋冲掉之后 白的再补一步 这个黑棋跟白棋这块杀器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白棋 白棋气很长 所以呢 黑棋即使挤到这个 这一下 这一下冲 也是冲不着的 对 那么黑棋管一下 白棋定在这里 黑棋呢 这棋呢 黑棋看到这块棋 没有办法做活 就投资人输了 好 这盘对局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哦 哦 词